2018年的第一场吹 被以往时候来得更像天载 行驶在高速的车辆加塞 车库路不载进重方向的安排 2018年的第一场吹 贯穿了江淮地区大面积覆盖 树立在路边的公交站牌 扛不住这暴雪崩塌了下来 忘不了零八年是同样的情节 难道是上天暗持续下十年之约 都已经度过了后年马月 再一次把历史和画面重写 已经有连续下了一天一夜 已经有好多学生不能上学 已经有不少航班时间改写 已经有连续下了一天一夜 已经有连续下了一天一夜 贯穿了江淮地区大面积覆盖 树立在路边的公交站牌 扛不住这天一夜 扛不住这暴雪崩塌了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